上集阿妩说道 阿祖法与康特强强联手赶走了吉尔纳和母亲 让阿妩憋了好几天的气终于释放了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阿妩的解说 阿妩给姐家姨们发点福利 初创有阿妩精心挑选的 非常好用的护手霜 涂抹在手上 皮肤容易吸收 帮助改善肌肤干燥 阿妩也不废话 9块9给大家 包油 一瓶300毫升 阿妩已经上架橱窗了 有喜欢的可以去看看 网络上的许多人对康特持有保留意见 他们猜测康特可能有意为之 似乎他有意在背后推动阿祖法 接受他母亲共同生活的局面 否则 为何他刚离开不久 他的母亲就紧随其后出现 每当争执发生 康特便充当何世佬的角色 这样的猜疑在社区中并不少见 但仔细分析 康特似乎并不具备如此狡诈的性格 他的品质本质上是正直的 他并不具备如此复杂的计谋 只是他在处理家庭关系上缺乏技巧 且常常行为鲁莽 康特的单纯有时会导致更多的混乱 他很容易被情绪所左右 基尔纳的几滴眼泪就能让他改变主意 他的想法过于简单化 总是梦想着他们一家人能够像以前那样和睦相处 这样的想法几乎是不现实的 难道阿祖法就能轻易地忘记过去因家人所受的苦难吗 如果真的这么轻易地翻篇 恐怕会被他的母亲嘲笑 认为他缺乏坚定的意志 更关键的是 他的母亲和基尔纳至今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错 他们来到这里后 依旧表现得咄咄逼人 仿佛在自己家中一样 摆出了主人的姿态 尽管阿祖法天性善良 但已经多次吃亏 如果还不懂得从经验中吸取教训 那未免太过天真 过去 他们家的和谐氛围 很大程度上是阿祖法的忍让换来的 与母亲同住时 她一直在忍耐 实际上 她也是一个渴望被爱的女性 她非常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可 竭尽全力 想要成为一个称职的儿媳 像康特一样尊敬母亲 但现在看来 她的所有努力都成了徒劳 所以她不想再重蹈覆辙 最重要的是 她现在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她清楚地知道家人狠心事的模样 她不希望因为自己一时的心软 让两个宝贝女儿遭受苦难 阿祖法已经意识到 每当康特不在时 她的母亲和吉尔纳就会趁机来访 尽管她独自一人难以驱逐他们 但她必须展示出坚定的立场 明确告诉他们 她绝不允许他们介入自己的生活 至于具体的解决措施 阿祖法决定交由康特来处理 毕竟康特曾信誓淡淡地承诺过 不会让家人再来干扰他们的生活 现在是检验她承诺的时候了 今天 这对夫妇心情都不好 他们一直在思考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他们发现 似乎只要康特一离开 他的母亲和吉尔纳就会来制造麻烦 阿祖法还感觉到 他们的目的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占据这片土地 可能还有别的土谋 在不久前 阿祖法曾经险些失去了凯撒 这让他现在更加忧虑 毕竟他的母亲曾经做出过一些极端的行为 阿祖法向康特强调了 保护家园和孩子们安全的重要性 尽管康特难以置信 他的母亲会对孙女们构成威胁 认为阿祖法过于担忧 但鉴于阿祖法的坚持 康特同意不再让母亲接近孩子们 阿祖法并不希望轻易离开这个家 频繁搬迁对孩子们的成长不利 而且他们也没有一个安稳的地方可去 重新开始需要经济基础 他们并不愿意被迫出售土地 但出售土地并非一事 需要找到合适的买家 并且价格要合理 在今天的对话中 夫妻二人开诚不公地讨论了许多问题 尽管阿祖法对康特仍有不满 但他保持了理性 他们认识到现在是团结一致的时刻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阿祖的解说 阿祖给姐家姨们发点福利 橱窗有阿祖精心挑选的 非常好用的护手霜 涂抹在手上 皮肤容易吸收 帮助改善肌肤干燥 阿祖也不废话 9块9给大家包邮 一瓶300毫升 阿祖已经上架橱窗了 有喜欢的可以去看看